过苹果直音店疑似有车手出没 大批园警赶到101内 将这名女子团团包围 你是帮人家拿吗 对帮人家拿 帮谁拿 就是我 他付你多少钱 是网路上找的对不对 对对对 看到园警出现 女子乖乖配合 把领货程序1510通通说出来 他自称在网路上找了打工 帮忙去领手机 我也不是很清楚 拿了吗 货拿了 拿了拿了 手机都已经领了 却突然出现好几名警察 也让他一头雾水 原来 当然这名女子来到了 Apple101门市 但她一口气就要领四只手机 因此店员觉得怪怪的 私下报案 警方到场之后 果然这个手机来源不合法 iPhone16开卖后 在苹果101直音店 频频传出诈骗案件 目前受理的两大类 一个是被害人手机 收到领货简讯 但自己明明没有订货 就在取货时间到直音店 告诉店员自己被盗刷了 店员不愿透露个资 因此要被害人自己报警 目前101店 一共有三人受害 另外一种就是 店员主动察觉异状 取货人不是一次领太多只 就是说不清楚 领货资讯 店员报警至少有三次 后续有警方协助退货 对方怎么找到你 还是你怎么找到对方的 是咸云那边找我 咸云是 就是大陆那边的那个软件 他找到我 他怎么找到你 用什么方式 咸云是什么软件 就是卖东西软件 警方询问后 暂时将这名取货人 列为关系人 取货的楼心女子 从大陆来台念书 功称在咸云 也就是二手交易拍卖的APP 收到有人要以 每次100人民币当酬劳 没想到才刚领完 就被警察找上门 到底是不是不知情的车手 还是真的打工赚外快 警方还要查 TVBH有综合报道